距离第52届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以下简称CES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作为世界上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年展 CES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球的数千厂商 参战2019年 中国AI企业代代表科大训飞 再次以升会有以AI与世界对话出征CES2019 2018年 CES首次聚焦人工智能科大训飞首次征战CES 旗下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技术产品 便在北美获得了无数在于CES2019年的载相遇 科大训飞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 能翻译50亿国语言的训飞翻译机 实时语音转写并翻译的训飞听见家族 机智可爱的教育陪伴机器人阿尔法战 可读可写的训飞智能办公本 万物互联的声控中枢训飞摩飞 智能车载语音助手小飞于 人工智能耳机莫比斯尔基本次展会 科大训飞将围绕AI家生活 带来覆盖会议翻译智慧家庭智能车载 智能硬件开放平台等多个领域和场景应用的最新科技产品 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个性化体验 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明星产品训飞翻译机2.0 就在日前CES主办方公布了 CES2019-TECHFORABETTERWORD为创新奖的获奖名单 训飞翻译机2.0顺利入选 CES创新奖也被誉为全球科技界的风向标 代表着科技产业最前沿的流行趋势 2018年4月份上市的训飞翻译机2.0 虽然出道不久 但因其强大的技术 多样化的功能 精美的设计 已在国际上获得诸多赞誉 被2018博欧亚洲论坛 指定为官方翻译机经过多次重霸升级 训飞翻译机2.0 现已支持中文语音、日、韩、法、西等全球50种语言的即时互译 并支持离线翻译、拍照翻译、全球网络和方言识别 前不久还首发了金融、医疗、计算及三大行业AI翻译为专业领域服务 自发布以来 已经走进了近200个国家 今年6月训飞翻译机2.0首次亮相Sensation 便摘得三项大奖创新奖 最佳人工智能产品奖和用户选择奖 可谓实至名归此次训飞翻译机2.0 作为中国翻译机品类代表 再次获得CES2019创新奖收容 将作为AI硬件优秀产品代表在创新奖展区展示 小小的翻译机 让人们通过AI与世界聊得来如今 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今年7月 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中国中中欧国家地方合作成国展上 总理来到科大训飞展台前 现场体见了训飞翻译机 并自掏腰包购买 以国里相邓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 谢谢你中国总理 鲍里索夫通过翻译机 向总理道谢翻译机快速精确地翻译了出来 小小的翻译机 架起两国将沟通与友谊的桥梁 也展示着我国科技凝聚的智慧与力量 12月在中国巴拿马综合品牌展览会上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也饶有兴致地体验了训飞翻译机 并接受了这份跨越万里 来自中国的科技资历中国的高科技产品 日益成为新国里 近年来 CES上的中国身影越来越多 据CES官方公布2018年在全部参展厂商中 中国厂商已达1551家 占据CES展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科技力量正在世界范围内彰显魅力 可把迅飞作为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先行者 中国生股的核心龙头企业 此次参展不仅带来自家核心产品 还将带来出生在中国生股的AI生态成果 密属智能与金属标等产品 与北美观众见面 为中国生股搭建桥梁与平台 让更多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去 让世界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方星未来 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 畅响中国声音 在中国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 2019年1月8日至1月11日 科大迅飞在拉斯维加斯相约C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